高游是金航大运河的重要节点城市 凭借穿城而过的大运河 高游完成了最早的商业贸易往来 在船运资源有限的漫长年代 当地鸭农在这条河流上 一边划着小船 一边呼着口号 将生长在运河之流高游湖的高游鸭 赶往上海 南京等大城市售卖 从此 高游鸭的名气 在运河沿岸逐渐传播开来 当地人对高游鸭的种种也如数家珍 每天凌晨五点左右 是高游琴类市场客源最密集的时段 即便在吃鸭子的淡季 每个摊位当天也能卖掉几十只鸭子 管红玉是高游全鸭宴的制作人 要想了解高游鸭的各种做法 就得向管大厨取取筋 这次他要精心准备一餐鸭宴 请一味酒居外地的高游老乡 重温故乡的味道 这个全鸭宴在高游这边有什么讲究吗 这要是我做鸭子 我肯定不会选材料 我肯定不会用外地的鸭子 我肯定是选我们高游的麻鸭 他乡的鸭蛋我是看不中的 他乡的鸭蛋我也看不中 您准备给他选什么呢 其中一个倒是八宝葫芦鸭 这是一个代表性的 管大厨对高游鸭的情有独钟 调足了我对这一食材的胃口 他究竟独特在哪里 还要亲自去高游鸭养殖场 一探究竟 760多平方千米的高游湖边 分散着几十户养鸭人家 周盈高师傅的是 其中规模比较大的一户 他家祖辈四代 都在高游湖边以养鸭谋生 这就倒了是吗 对 周师傅这就是咱们养鸭的地方 对对对 鸡子无厌场 周盈高师傅的养殖场里 饲养着3600多只 纯种高游麻鸭 每天都要3600只放出去 然后晚上再收回来 对对对 少一只您怎么可能会知道呢 为什么我里面有好头鸭 就这个云 像这个白鸭 好头鸭是 好头鸭一直是 像这个白鸭没回来 一直有一群鸭子没回来 知道吧 像我里面还有黑鸭子 还有花鸭 那种子是花的 那个也是好头鸭 反正就是跟麻鸭的颜色不一样的 对对对 好头鸭 好头鸭 周师傅您这些鸭子认识您吗 我跟你这样说 它恶的时候 恶的时候你知道吗 不是恶的时候它就认识我了 恶的时候它就不认识我了 它就要出去了 完了完了完了 都要下水了 鸭子都有点受恐 全跑了全跑了 周师傅的这批鸭子 只有38天 等到公鸭长到120天 就可以上市了 而母鸭要等到 两三年的产蛋周期过后 才能出售 每只肉鸭能带来 大约60多元的收入 高油鸭的肉和蛋 都是上等的食材 因此它的生长周期 比其他肉鸭要长得多 在自然水域放羊 也是一种颇奢侈的饲养方式 他们在那个树底下 其实就是在吃螺丝是吗 对对 吃螺丝 小鸭子小鸭子举动 你看 就是因为他们吃这些东西 所以这个鸭肉好吃 然后铲的鸭蛋也好吃 周师傅现在在这个树下面 这些鸭子是在吃什么 树下面它不是吃什么 它只能成凉 哦 成凉啊 对 我不干了它们这个 那怎么让它们游出去呢 您有办法吗 我回里边就过 我来那一只 回来 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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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醒醒 上班了 半晚时分 鸭群纷纷回潮觅食 除了捕食天然核鲜 稻米谷物的定时投胃 也必不可少 多样的食物 高强度的运动 是高油鸭肉质紧实的原因 天然水鲜是养鸭人 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 也赋予高油鸭与众不同的鲜美 使其成为当地全鸭宴 当仁不让的主角 在管红玉制作的全鸭宴中 八宝葫芦鸭是最精致的一道菜 它源于古代运河岩商的私厨 对厨师的刀工 要求极高 烹饪时最关键的一步 就是要在不破坏鸭皮的前提下 整压去骨 重点其实就是把骨头和肉之间 那个筋膜刮掉剪断 我试试 我努力地在感受关节到底在哪里 这个地方是我摸到的这个地方 就可以下剪刀 刀不要下去拿出手 好 管大厨对于我的要求太低了 就是你现在都不只是 行了 听到声音好像比您对的 这个难度有点大 基本差不多了 我把它稍微整理一下就行 对吧 20分钟后 一只五股鸭在管大厨的手中完成了 除了麻鸭外 八种当季食材混合而成的馅料 也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莲子 火腿 鸡头鱼 青豆 香菇等食材 在翻炒中融合 在填满去骨的鸭肚内 最终 形态饱满的高油鸭 被捆杂成葫芦形状 因此得名八宝葫芦芦 焖蒸出锅的高油鸭 淋上热气腾腾的汤汁 饱满油润的鸭皮 紧裹着软糯喷香的八宝馅料 在糯米的润泽下 各种馅料充分吸收着高油鸭油脂的精华 鲜香扑比 这就是管红玉的朋友 客居在外的高油老乡 欣欣念念的八宝葫芦鸭了 王老师 你发现没有 有没有小时候的味道 有 有有 这个它有鸭的那个鸭肉的橙香 像你看我们高油鸭的特点 你看这个鸭皮炸下来以后啊 它中间是没有白色的脂肪的 没有一点没有 我今天确实是第一次吃这个八宝葫芦鸭 因为其他地方的人吃鸭子 大多数人可能都是觉得鸭子会比较油腻一点点 但是这个鸭子真的一点那种油腻的感觉都没有 它真的吃起来是比较清爽的口感 好吃 好吃 真好吃 看似平凡的高油鸭 好比运河沿岸人间烟火的缩影 它凝聚着感鸭人的辛劳 大厨的精湛 慈祥时刻的回味 而所有的一切都已融入高油人的日常生活 高油鸭也因此成为这座城市 引以为傲的丰富名片 我们下期见